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如果关心今天的《荣耀起床》 提示大家由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台湾都会收到 后一波的这个寒流定期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今天明天到 甚至说拜三后来的时候都是很冷的这个天气 大家都要稍微看来注意 因为有在今天这个晚上开始跟明天的月 我们台湾就会慢慢收到这个大空气的影响 所以说本来在我们今天日落 是更湿冷 更湿淡的这个天气 但是因为这个大空气在今天 在晚上跟明天在就会慢慢 在我们台湾所以明天在的天气 我们北部的月的这些落后的 慢慢来减着这些天气的 变得更稳定的 变成这个多分到这个 可以看到是头 更稳定的天气 甚至说拜三后的时间 我们这个拜五 甚至说拜六的月 天气都是很稳定 大家可以好好来把握 我们中南部的天气的月 会同样是会有问题 不过大家稍微注意就是说 日落的这些温差会会更大 在日时的时候 因为我们明天开始 就会变得更大冷 所以都可以看到在头 所以在日时的时候 温度是会更高 不过在晚上跟 隔壁的这些套渣 因为有这些辐射冷却的这些影响 所以说温度更加快 所以我们这边冷空气的影响的 这些期间 最高的时间就是 在拜二到拜三的这些 这些早上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这两个时间 大家要特别 特别注意这个保暖 还有我们的这个农渔业 都要特别的来当心 所以我还有一位就是 我们多少的提醒 大家就是夜晚到隔日清晨 明显的低温 最主要就是这些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说在上一波的这个寒流期间 我们很多的农渔民朋友们 都有遭受非常明显的损失 所以我们的这个农委会 也有提供寒流天然灾害的现金 救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办法 那么这个资讯的话 最主要是养殖余业的话 每公顷有现金救助9000元 成为彰化与林家里台南部分地区的 这个文革 文革池的这个混养私募语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这个运名朋友们 还要稍微的留一下 另外莲屋的话呢 是每公顷有这个9万元 高雄屏东在这次寒流的话呢 是莲屋的 在主要的这个栽损地区 那么另外的话呢 可以看到在凤梨 统安还有阳香瓜 也是每公顷 75000元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高阶梨的话呢 大概是每公顷6万元 所以相关的办法的话呢 详细的办法 大家可以上了这个农委会的一个网站 来看这个 这个含害灾损补助的资讯 可以搜寻一下 就可以知道比较详细的办法 那么也提醒大家 不要这个错过这个资讯 那看一下在天气的部分 在天气的部分 相关是很冷的天气 就要稍微看来水 到白山的时候 白山的上半天 相关是受冷空气的影响 不过到这个白山的下半天 可以看到这点风 慢慢地减着 慢慢地风向风的方向转型 有点偏东北东风到偏东风 就是说冷空气在减弱 所以礼拜三白天开始 礼拜三的日式开始 这冷空气的偷偷来减弱 不过水气也是同样是改造 还有白时同样是 我们台湾可以说冷空气 还比较减弱 而且水气也比较减弱 所以说白时的月都是 很稳定的天气 所以我们来看来说 在未来几天 比较减弱的地方 在在拜五同样是很稳定 如果是在未来几天的月 可以看到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拜日水气就会 比较减弱的减弱 如果是在未来四天的月 可以看到在我们 在拜日的时候 可能这个教堡地区 还有稍微看 在咱们最主要是在山区 不过对大部分的地方来说 水气都明显的减弱 天气都变得更稳定 拜三拜四到拜五可以看到 几乎都不太有下雨的这个区域 只有迎风面地区 比如我们的东北部 我们的东北地区 混乱可能稍微加多 如果是说漏火的 我最主要是这个门门 或是这个小雨 而且会比较集中在山区 所以未来几天 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稳定 但是低温的话 寒流冷空气的话 礼拜三清晨之前 都还是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甚至礼拜四清晨 拜祭也早上 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 相同是很高的冷 预估低温仍然大概约 再只有十一十二度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以上都是我们今天的 農業期以上的明天 祝你再会 我们下期待 在下期待 再见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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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